主料,北豆腐一盒,松花蛋一个,辅量,香油,盐,葱,黑胡椒粉,枸杞,核桃仁,豌豆苗,麻辣花生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准备原料,豆腐北豆腐一盒,松花蛋一枚,黄炖红花生,豆苗,核桃仁,枸杞子,锅内放入清水,待水烧开后, 放入豆腐煮几分钟去豆腥味,取出豆腐晾凉,皮蛋去皮切碎丁,黄飞红麻辣花生擀碎,枸杞子用水泡发,豆苗洗净下被水锅中焯半分钟捞出,大葱切细丝,将豆腐放入大碗中捣碎成泥状,加入适量盐,黑胡椒粉和香油,搅拌均匀,在玻璃容器中铺上一层豆腐泥,用小勺子按平按时, 在按平的豆腐泥上放上干好的黄飞红麻辣花生碎,铺平,花生碎上再放上一层豆腐泥,用小勺子按平按时,在铺好的豆腐泥上蒙上一层豆苗,铺平,在豆苗上再铺上一层豆腐泥,用小勺子按平按时,放上切好的皮蛋碎丁,铺平, 最后再放上一层豆腐泥,用小勺子按平按时,取一粮菜盘子扣在玻璃容器上,然后把玻璃容器和盘子一起反扣过来,轻轻取下玻璃容器,汉堡豆腐基本成型,撒上核桃仁和枸杞子,用葱丝和豆苗间摆盘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 一,每一层都要按平按时,不然最后反扣过来取下容器会倒塌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